这台LX570最后的翻新效果是怎么样的 在后面我会有展示 坐有故事的车交有故事的人 上一台车展示了LX570的隔音的施工过程 以及底盘翻新的施工过程 这个视频我们就开始整个的油漆的翻新 上两个视频大家也看到了 这台车三方同学要把它翻新的更加彻底 那么油漆的翻新也是遵循同样的标准 这次我们来给它整车拖漆 建铁然后重新喷涂油漆 这样做的好处有二 第一就是让车主心里做到非常有数 它的车漆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找到这台车曾经做过油漆的所有的位置 重新修复缺陷做到心中有数 接着这台车多多少少在它的使用过程当中 做过很多次油漆 如果这次再重新做油漆 按照标准的做法 把它打磨成哑光 然后再喷油漆 那么这个油漆步度肯定会非常厚 做出来之后从视觉上来讲 就感觉这台车会很臃肿 把所有老油漆脱掉以后呢 重新拍上油漆 那么这台车就从外观上看起来就非常清爽 这么做的原因跟大家讲了 那么现在跟大家解释一下整个脱漆的供应 首先就是用脱漆剂把上面的油漆全部给脱掉 这时候你会看到有些地方刮了板筋肺 有些地方没有刮板筋肺 那么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板筋肺也全部给干掉 理论上你看到没有板筋肺的位置就是原厂的电影层 但是这时候呢这个电影层已经是保不住的 那么我们还需要再次进行打磨 把它这个电影层完全给磨掉 把螺铁展示出来 在螺铁之上喷上环洋底漆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然后对环洋底漆再次进行打磨 这个时候呢并不代表你裸铁以后呢不刮板筋肺了 因为在板面上呢还有很多大家肉眼看不到的这些凹坑 那么需要用板筋肺把这些薄凹坑重新给填上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刀刮桌面的表面环节 你看着灰的面积体大其实它的厚度并不厚 接下来就是喷出中途底漆 我们在这里再次强调中途底漆的三个作用 第一呢就跟下方再次隔离 第二填充板筋肺上的杀纸痕 第三就是框子 拖头底漆也需要进行打磨 400号的杀纸 打磨之后再经过两遍图油还有浮沉 就可以进行喷出了 让我们一起在明儿究竟的视频当中 看一下这些板件最后喷出的效果吧 四门两盖分布完成 接下来就是车身的分布了 那么我们在更换底盘件的这个同时呢 我们也在做车身的那个脱漆工作 大家看到了在脱漆之后的左后页子板 以及左后页子板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受损 同样的流程 拖完漆打上环阳底漆 在环阳底漆上再造型 再喷上中涂底漆 最后再打磨 结合ABC做的打磨完成 我们就可以开到好地方 进行喷嚏 除油除尘 就可以重新喷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